来关心神韵艺术团全球巡回演出的最新消息 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蒙特利尔素有北美小巴黎的美誉 蒙特利尔人也以热爱艺术而著称 七年以来神韵演出早就已经在这座艺术之都扎下了根 1月6号晚间 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在蒙特利尔艺术中心的首场演出 让很多观众落泪 他们感叹看神韵犹如重生 精神获得升华 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1月6号晚上 在蒙特利尔的首场演出 再次感动了喜爱艺术的蒙特利尔人 我感觉是我的胸口 我感觉到新鲜的新鲜 很吸引 神韵大手笔制作涵盖中国舞 中西合璧的音乐 亮丽的手工服饰和动态天幕等 懂得欣赏艺术的蒙特利尔人 仿佛探寻到前所未见的珍宝 不足的练代 只要是我们的墓上 我们是用到的墓上 这些墓上的墓上 但这些墓上的墓上的墓上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 但最优秀的视频 但除了什么 除了舞台的舞台 有很多要读解 上到城里面的文化 与到团兴的文化 与到历史上 观众们看完演出,感觉也获得了精神的升华 星期二至星期四晚,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还将在威尔弗莱德·比莱提尔剧院演出三场 新台人记者朱峰,加拿大蒙特利尔报道